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家军,很高兴又给大家见面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 中共令人触目惊心的特权政治 那么这篇文字的来源是来自于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的一篇文章 文章的原标题叫做《触目惊心的特权政治》 那么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认为 目前中国,也就是说中共国最大的问题是特权横行 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特权制度 如果不铲除中共的特权制度 那么其他所有的所谓的反腐败 所谓的中国的现代化 所谓中国要实现什么自由民主等等 都是无妄的,都是无解的 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么胡教授指出呢 中共国的特权政治制度表现为八个方面 第一呢,是官位的等级制度 那中国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官员的手中 掌握在官府的手中 也就是说都在当官的手中 那么虽然现在很多资源也市场化 民营化了 但是非权力依附型的企业 是很难以生存 很难以壮大的 也就是说你一旦跟中共的官员 这个权力脱了钩 那么你什么企业都难以生存 难以壮大 由于中国没有同时进行宪政体制改革 所以说呢,市场经济的发展 不但没有削弱官本位的封建等级制度 以及计划经济时期 所遗留的这种等级制 反而不断地强化着军臣 军卑的这种传统观念 并且呢,在习的时代 进一步将其法制化 是制度的制 也就是说 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条文 不管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 这就是所谓的规矩 习近平不是说要讲规矩吗 这就是所谓的规矩 那么与封建制度相比 现在只是称呼上有所改变 比如说称为什么县处级啊 地厅级啊 什么省部级啊等等等等 那么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前 还只是在干部中实行 那么现在呢 推广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 于是呢,就有了什么 所谓的局级公司 师级歌星 厅级和尚 副部级院士等等等等 除了一些民营企业之外呢 举凡你像工厂 医院 银行 城市 街道 学校 科研院所 社会团体 民主党派 甚至什么 道观 佛寺 等等 一切社会组织 都被划定了相应的等级 一切官员 也都分成 所谓的什么 县管干部 市管干部 省管干部 还有什么中管干部 等等等等 那么同级干部呢 都有严格的 这种做次顺序 不同级的干部 更有不可逾越的排名 还有什么 待遇 比如说干部可以听什么报告 可以看什么档案 是否享受秘书 给你配一个什么秘书 生活秘书 还有什么厨师啊 保姆啊 免费享受很多保姆 还有什么警卫员 司机 还有为他搭配各种各样的服务 等等 全看什么 全看他的级别的高低 那么级别高的干部 就自认为掌握了所谓的真理 那么处于这个顶端的 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呆子 就是那个二货 就是那个习猪头 就是那个习近平 他认为这个天下真理 尽在猪头之脑 尽在习猪头之口 从而呢 这个习猪头怎么样 可以傲视群臣 可以傲视普通人 过着什么 享有特权的生活 第二呢 是黑箱化的财政制度 大家都知道 发达国家的钱袋子 是掌握在议会之手 那因此呢 官员每花一分钱 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 而中共国的财政 是什么 财政党化 财政官员化 财政随意化 财政秘密化 一切之初 都有官员说了算 你比如说习近平那个大傻逼 他到国外随便撒钱 那有没有经过这个全国人大批准 没有 他随便那个动动口 然后呢 钱就撒出去了 这就是所谓的典型的党化 典型的官员化 典型的随意化 他可以随意的撒币 所以说呢 这个三十年以来 中国政府的这个行政开支 增加了多少呢 增加了一百倍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数据 中国政府的这个行政支出 大概平均下来 是英美日等国家的三十倍左右 那么据有关调查报告 全国党政机关系统 违法违纪 这个挪用侵占 公款吃喝 休假旅游 出境出国 送礼 什么滥发奖金 滥发福利 这个胡教授呢 给出一个数据 说06年就多达两万亿 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 收入了多少呢 是百分之五十点五 这不免是我想起的那个什么 505 升工元气代 结果没圆着去 完了 瓦特了 喜特了 拜拜了 那个像什么 江苏啊 浙江啊 上海啊 山东啊 广东 五省市 厅局级干部 实际年收入达到多少 达到55万 到105万元 副省级以上的干部 实际年收入达到 125万 到250万 我成了250 还有个万呢 250万 那每人花费公款 那每人花费公款 是多少呢 是600万 到2000万 那么04年 上海是党政国家机关系统 公款直达 旅游 境外观光 进修 读书 送礼 超规格发放 福利奖金 补贴 等共计 多少呢 1045亿元 05年变成了1276亿元 广东省05年是2485亿元 如今更胜 只不过官方不敢 也不好意思公布实际数据了 因为习近平有要求 18代以来 怎么样 18代以来就更加黑箱化 更不敢公布这些数据了 第三 是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 那么根据远东经济评论 2007年第十期报道 中国亿万富翁 是3220人 其中2932人 也就是说超过90% 是什么呢 是赵家人 是中共的高干子弟 在五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 像金融 外贸 地产 大型工程 这个安全业 85%到90%的核心职位 掌握在高干子女手中 截至2005年底 经海外高干子女 亲属经营的 中国进租口贸易 每年就多达多少 1000多亿美元 那么拥有的财产 多达6000多亿美元以上 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 超过100万 其中高干配偶之女 20多万 特权垄断 常常造成国家 和全民利益的损失 比如说 国有商业银行 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 那么新业银行 甚至以不到市场价格 十分之一 把股份 建卖给外资 仅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交通银行 市家银行 因为建卖损失就超过多少 超过7500亿元 仅2006年 一年 银行股建卖的损失 就多达6000亿元 整个银行也损失上万亿元 仅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 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四家国有公司 四年海外分红 就超过1000亿美元 这些公司的盈利 完全是来自 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 凭着其垄断地位 抬高资源价格 或者对手机双向 高额收费等等 然后把利润 再送给外国人 为了增加盈利 两大石油巨头 不惜制造油荒 以抬高国内石油价格 并且出口退税 那么这些国有企业 凭借垄断获得的 巨额利润 不但不需要向国家分红 反而会得到 中共的财政补贴 而8亿农民 05年获得的粮食直补 也不过是132亿元 还绝大部分 甚至说90%以上 都到不了农民之手 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 产量高达多少 9800亿斤以上 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 粮食短缺 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呢 原来的 中国储备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 简称什么 中储粮 每年要收购 全国小麦商品总量 百分之六十 他收购的目的是 黄鼠狼 给机拜年 没按好心 他目的是怎么样 是要控制 卖源 按兵不动 采取 市场饥饿法 把小麦市场 拖起来 既然呢 在收购价的基础上 加价 顺价销售 中储粮 每收购 一斤粮食 政府给予 2.5分钱的补贴 每存储 一粮食 政府给予 四分钱的补贴 如果按照 母产 800斤小麦计算 那么一亩地呢 政府给出的补贴 就是52元 其中农民 实际得到了 是美金两分钱 每亩16元的补贴 其余 36元 都补贴给了中储粮 第四 是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 中共国的医疗分为几类 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 部分职工是个人账户 加上什么 所谓的社会统筹 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 购买商业保险 农民呢 参加所谓的合作医疗 那么根据第三次 国家卫生服务 调查的这个统计的结果 城市居民中 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 占44.8% 接近50% 农村有79.1%的人 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接近80% 那么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 农民工 大病医疗保险 4点 也仅仅覆盖了 大约是10% 左右的农民工 在中西部地区 由于看不起病 住不起院 死在家中的人 占死去人口的 总量的60%到80% 根据当代中国研究 他们的这个统计 从1991年到2000年 中共拨给农村 合作医疗的这个经费 象征性的每年是多少钱呢 是500万 地方政府呢 再配个套 再套个500万 那么全国农民平均分摊下来 平均每人每年 大概是多少钱 大概是一分钱 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 另一方面呢 所谓的这个离退休高干 却长期占据着 40多万套 宾馆式的 最好称宾仪馆 当然他们也都是老东西 也很快就是进宾仪馆了 宾馆式的高干病房 一年开支多达500亿 再加上在职干部医疗 那么因此呢 每年的花费达2200亿 官员们的公费医疗 占据了全国财政 卫生开支的 80%以上 中国卫生的这个公平性 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 排名倒数第四 中国的养老制度也是等级化的 官员们是按照级别 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 不论是否在职 那么高干离职以后 他的秘书啊 他的小命啊 他的警卫啊 他的司机啊 他的勤务啊 他的厨娘啊 厨房 他的保姆啊 好多好多年轻的保姆 白瘦的保姆 他的专车啊 他的住房啊 他的医疗待遇 一路不变 第五 是令人身为的警警察特权和司法制度 警察 绝大多数 有人说是好人或者是坏人 那个我觉得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 警察和司法的特权源于缺乏民主监督 他举例说 哈尔滨市市区的这个电子监管是被发现 这个警车闯红灯每月达到一千两百次 那么某一个县呢 动用警察收提留款 动不动就把村民拘留 站在一旁的这个村民 说了一句什么 快赶上土匪了 于是呢 被警察四处收捕 四处殴打 被警察收捕 殴打 他的妻子 他的父亲 他的叔叔 他的兄弟 兄弟媳妇 都受到牵连 都受到监狱 这个有警察甚至这样说 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 开的就是这种店 打人就是家常便饭 我打你是执行公务 你还手是妨碍执行公务 大家知道上海巨富 周正义 他在看守所的监狱生活 也处处显示出什么 特权 这个每顿饭是四菜一汤 可以使用手机 可以看病 可以到医院 这个到医院怎么样 每次到医院都接到这个命令 停止民诊 停止民诊干什么呢 专门为周正义医人服务 这个亲情电话 成为周正义 想打就打的特权 第六 是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大家知道户籍制度 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 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 那么99年 北京市劳动局出台了 2000年本市允许和限制 外来工的这个职业范围 限制外来工的这个行业有八个 职业工种 103个 南京市上百万农民工 五年当中只有五人成功 落户南京 不到百万分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他们调查资料显示 百分之三十四点二八的 在京流动儿童 为北京土生土长 百分之二十点八的儿童 不能及时接受教育 哎呀 这个一对比美国 简直是没话说了 美国不管是哪里来的儿童 只要到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公立学校 绝对不敢不让孩子读书 一分钱不用教 那么中国高等教育的 城乡学生比例 从改革开放出的三比七 发展为七比三 也就是说 这个农民 农民的孩子读书的 越来越少 我就是农民的孩子 那么中国农民 高价购买生产资料 交纳的增值税 每年都在五千亿元以上 是全国增值税的一半 不要说这个什么 给农民不增税了 他购买生产资料 交的增值税 就占全国增值税的一半 相当于每个农业人口 每年交税是四百到五百元 而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表示 全国增值税的百分之六十 都是农民交的 但是呢 国家财政每年拨出的资农资金 这个据说可以高达四千亿 但是大部分资金 没有到农民的手中 都被怎么样补贴给了 这个中共所掌握的 所谓的粮企化肥企业等特权部门 权规部门 农民拿到手里可以说寥寥无几 国家的扶贫基金 也主要是怎么样 肥了赵家仁 或者赵家仁的看门狗 肥了地方政府 第七是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 那么人民看得非常清楚 中共国家的小学生 各个比谁家父母的官大 大官的孩子呢 被老师悉心照料 当班干部 课堂上宣讲的往往是怎么样 尊敬领导 普通权利 为庆祝六业儿童节 他举例子 武汉市举行少先队的特色比赛 当日呢武汉最高气温达到35.3度 大家知道这个武汉是中国这个四大热都之一 四大火龙之一 元季化呢8点30分开始的比赛 却因为领导的三三儿来迟而延后 等一个个领导在太阳闪的遮阴下 讲完祖国的花朵们之类的话之后 那么一直自考在烈日之下 穿着长袖制服 并且手套帽子 裹得严严实实的军阅队员 终于起步 开始比赛 首次指挥棒的小男孩才走出几步 就一头栽到那里晕倒在地 当老师和家长在抢救时 那么中共的领导干部们怎么样 却悄然离去 这个某式文化旅游节恰逢大鱼 领导们都有人给打散 他们用来管理 而学生们各个站在雨中浑身湿透 在河北省科技活动中开幕式上 一名小学生耐不住持续两小时的烈日自考 当场中暑昏倒 然后台上领导们怎么样 在这个时候也是悄然离去 再有大家知道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伊大火 当大火来袭的时候有人高喊 同学们不要急让领导先走 结果克拉玛伊的领导 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亡 没有任何一个人死亡 而288名学者却葬身火海 那么中国的学术机构呢 也处处渗透了权力 55年来 他举例说 北大物理系培养了22位院士 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 那么五一级入学的4位院士中 有三位是什么 有三位是部长 那么高考分数线骑士 则造成了所谓的什么地区特权 城市特权 以及呢这个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 那么恢复高考20多年以来 北京的高考这个录取分数线 大大的低于其他的省份 相差最高呢可以达到160分 在其他省份只能够考上普通 本科的分数 在北京呢就可以非常轻松的上什么 上北大上清华 第八是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 那么由于电台啊电视台啊 新闻出版业的垄断特权 那么已经呢不允许出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 除娱乐之外的明星 那么电视台他为了保险 所谓的不出问题 他呢不敢报道真实的消息 不敢追踪社会问题 不敢深入挖掘新闻内部 因此呢天天播出所谓的娱乐节目 那么吹捧几个歌星 号称这是所谓的什么 弘扬主旋律 那么八亿农民 两亿农民工 三亿多低生活随准者 四千多万市地农民 三千多万上房者 两千多万农村留守儿童 两千多万打工子弟 六千多万残疾人 两亿工人 有一点二亿是 两亿工人 一点二亿乙肝病毒携带者 上百万艾滋病患者 在媒体上 通通的不见踪影 因此只有废除 中共官本位的等级制度 黑箱化的财政制度 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 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 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 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 等等等等 中国才有可能有进步 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化 才有可能成为现代的文明的国家 而不是被人民广为诟病的流氓国家 野蛮国家 那么中国呢 极待取消工厂 医院 银行 城市 街道 学校 科研院所 社会团体 民主党派 道观 佛式的行政等级 除退休的国家主席 人大委员长 总理 等少数几个人之外 取消退休 离休后的 秘书啊 厨师啊 保姆啊 厨娘啊 警卫员啊 司机啊 勤务啊 公务员啊 专车啊 住房啊 医疗啊 等等等等 方面的特殊待遇 取消干部病房 高干病房 干部疗养所 领导度假别墅 不及待遇等 公款福利特权 要建立科学化 规范化 公开化 民主化的 公共财政体制 一切支出 改由各级 人大决定 打破石油 电力 电信 金融 保险 证券 外贸 烟草 粮食 地产 大型工程 农用生产资料 有色金属 民航 铁路 安全 等领域的垄断 国家参与 其分红 那么提高其税付标准 引入竞争主体 形成市场化的多元竞争格局 废除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户籍政策 建立身份证电子管理系统 将沉淀在当地的户籍资料 人事档案 个人及家庭收入 纳税 缴纳保险等情况 信用 手机 手法记录 等等 统一的纳入 全国的 统一的身份证号码 查询系统 那就像美国 你有一个 Drivalescence 有一个驾照一样 对不对 或者是一个 事案号 都可以 一查就查出来了 尤其是事案号 那么废除 高考 分出线的歧视 那么立法 严禁在 招工 教育 医疗 住房 自由迁徙 失业保障 养老保险 等方面 歧视 任何 一个国民 那么取消财政 对机关幼儿园 机关小学 重点 中小学的 倾斜 投资政策 促进 学校的 均衡发展 实现 教育公平 规定 一切城市 不得 限制 外来工的 职业范围 不得 拒收 或者是 高价接收 打工 子弟入学 规定 行政人员 官员 不得 参与 教授 院士 等的 评定 取消 电台 电视台 新闻 出版业的 垄断 允许 民营 媒体 参与 竞争 政府 只需要 对其业务 内容 进行规范 逐步建立 宪政民主 以及公民监督 司法监督 媒体监督的制度 把各级人大 变成真正的权力机关 实现人民代表的 专制化 专业化 和自由选举 人民代表 应该叫人大代表 人民代表 拥有罢免 弹劾官员 决定 财政 预算 决算 进行重大决策的权力 对不起 还是 这个 我刚才说 叫人大代表 这个人大代表 与人民代表 这个概念不通 让司法 反弹 审计 监察 信访 等部门 独立于行政 对弱势群体 对弱势群体 进行有效的权力救济 司法救济 媒体 从各级官员的喉舌 变为人民群众的喉舌 这个 大家知道 最近这个台湾 出了一个这个电视剧 我们与恶的距离 说实话 我们与恶的距离 就是我们与中共的距离 中共 有多少 有超过八千万 近九千万党员 这些 我们不能说 全部都是恶人 至少有相当一部分 都是恶人 我们一天到晚 就生活在 与恶的亲密 接触之中 好 感谢各位朋友的观看 感恩您的转推 家军 正面有礼了 各位朋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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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